总统府9号公布新资政及国策顾问 其中前监察院副院长孙大川也在这次资政名单 孙大川是台东夏冰郎部落的北南族人 曾担任过原明会主委、国策顾问以及监察院副院长等职位 目前则在台大跟政大授课 除了政治经历,孙大川也致力于原住民族文学等学术领域 孙大川表示,这次加入资政团队别具异议 让原住民族参与国家政策层面更为广泛 现在我们很习惯于把原住民的很多的文化附赠 或者是部落的附赠放在原明会 当然是,可是不只是这样 因为它应该是放到一个整体国家的发展去思考 所以这个部分我也很希望能够有多一点机会 把那个不同的面向能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建议 而纵观这次资政名单 原本的资政夏本格拉恩续任 26名资政中就有两位具有原住民身份 且在地方跟原民失误耕耘多年 东华大学公共行政学系教授石中山认为 除了既有的民意机关能反映原民现况 透过资政这个发生管道 也有助于原住民族政策发展 石中山表示 资政名单背景多元 期许成为日后执政者的典范 而孙大川则希望 透过资政一职 能将原住民族思维纳入国家政策规划 日后将针对原民学术发展 文化再生 以及原乡行政区治理 提供总统交流意见 游戏新闻 阿拉斯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导 好 六位要来